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真的 中午孩子坐校车回家 我在车站接他 一下车 小脸惨白 几次想呕吐 吐不出来 我非常担心 怕影响他高考 前一天小房子烧送了 上午也放生鱼了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情急之下 想到了大杯水 没想到 喝了大杯水一个小时左右 孩子就完全好了 真是太感恩菩萨妈妈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跟大家分享一个发喜充满的事情 本来妹妹高考是在本校考 因为我家离学校来回路程也要一个小时 来回折腾也很麻烦 而且下午紧接着考试 怕吃不好 休息不好的问题 但神奇的是 他们年级 就他们班和另外一个班 要在一个中学考试 我家走路到这个中学 只要五六分钟 考完就可以回家吃现成的 也可以好好休息 继续下午考试 不用担心来回路程时间 可以多复习 很大的问题迎刃而解 特别感恩菩萨慈悲安排 真是觉得菩萨有求必应 法喜充满 我们也会继续念经 放声 许愿 让菩萨慈悲保佑安排 也非常感恩师兄们付出宝贵时间 帮他助念 感恩大家 辛苦大家 他自己的业 他自己悲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丈夫之前很严重的胃病 可以吃东西了 非常感恩师父 梦中加持我们全家 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 保佑我一门精进 学习心灵法门 感恩护法菩萨加持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慈悲赐给弟子慧命 师父开始意味深长 一个找字 其实人一辈子在找那一撇 这一撇 实际上就是人的自信和慧命 你找到了这个慧命 你就变成了一个真我 师父太厉害了 言简意该 寓意深刻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说有个公司的老总 他召集了三个厂长去开会 这个厂长今年效益不好 公司就决定啊 元旦什么都不发了 没东西发给你们了 王厂长回厂就对众人说 员工们 今年效益不好 元旦什么都不发了 元旦一片叫骂声啊 李厂长回到工厂是这么说的 今年效益不好啊 这个公司决定什么都不发了 上面还要说要裁人 由于我呢 力争 所以我们工厂呢 就人不裁了 但是东西不发了 元旦纷纷感激他 最后 那个邱厂长还要绝呢 啊 今年效益不好啊 公司决定什么都不发了 啊 上面说还要裁人 裁谁好呢 他就这么一想 晚上他的家里有很多员工都去送红包了 一句话 三种意思 所以一个人有多种的心态 所以我们要选用自己最好的心态 来处理好事情 记住了 我们人不要跟人家去攀 不要跟人家去比 因为再有钱再有名的人 不一定他拥有会命和生命 前一段时间刚刚走掉的一个明星 电影明星 他只有三十五岁 他有钱 有名有利 而我们不一定比得过他 但是我们拥有了最重要的生命和会命 记住台长告诉你们一句话 活着就是胜利 挣钱只是游戏 健康才是目的啊 学佛人善待自己的会命和身体 因为身体的零件不好配 而且零件很贵 有钱都不一定有货 有货都不一定好用 能用也不一定能够让你活下去啊 好好地学佛修心 改善自己的心灵环境 这样你才能长久注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 每天看到自己的悟性 每天才能看到自己的光明 理解人生的真谛 就是在修心 能把自己内心世界调整得利苦得乐 你就是在修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